歡迎收看1600股民開講 股民的疑難雜症 由老師來開講了 看到美國股市高檔觀望 今天台北股市 仍然在萬七關前瑕福整理 不過強勢股依然是叫噴不悟 外資大謀出具最新的 AI概念股報告 評價大幅度的法夾彎 外資的認錯助攻 AI概念股間繼續的創高 強勢軋空還沒有極限嗎 挑戰收復萬七到底是不是真的 有底氣呢 有沒有哪些重要指標股間 盤中值得來做留意的 今天為你請教到的是分析師張家豪了 阿豪老師好 林圓 大家好 我是阿豪 今天台股的AI大牛股 繼續的狂奔 集團股老大充 掃機機搭上了AI全面啟動 不過就在AI浪潮風光的背後 確實有部分的高價股間 卻是弱勢沙沙的 問題到底處在哪裡呢 今天大家來交戰一下 當初開盤後的接應SOP 今天為你請教到的是二宇老師 老師好 大家好 我是二宇老師 謝謝 好 那我們先從 今天盤面當中的一個走勢 我請阿豪老師幫大家先來看一下 因為其實在今天 大家會先看到的是 法人的一個態度 到底有沒有真的認錯回駁 今天外資是油買轉賣的 賣超了56億元 投信連三買 經商也油賣轉賣 所以目前看起來 外資還沒有做比較大幅度的 一個做加碼 但阿豪老師 我今天先問一下您 今天的大盤看起來好像在外資觀纔 有一點點指數 比較黏比較觀望 這是跟大家在關注 這個CPI數據有關嗎 這個美國即將公布的CPI數據 到底接下來會對大盤 帶來什麼影響 怎麼解讀呢 對 其實不只是我們台北股市 其實全世界大家都很密切的關注 今天晚上的CPI 因為在前值它公布是4% 這一次大家給它更高的期許 希望說它能夠降到3.1% 所以其實今天在盤中 大家總是會有一點點怕怕的 剛才亭娟你提到了像外資 好像也沒有特別的大力的 再去做一個回補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與其看外資 我們先看它的領先指標 其實就是在美國的納斯達克指數 納斯達克指數其實在一年多以來 我幫各位去追蹤 它的一個參考價值其實是滿高的 所以以納斯達克指數來講的話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是在13630 為什麼是13630 其實我們在看納斯達克指數的時候 只看重點就好了 比如說我們在4月份那時候 其實它一直就盤在這個地方 盤在這個地方盤了很久之後 一噴就直接就噴了這一段上來 噴了這一段上來之後 你會發現它從13630這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它在這個地方 也慢慢的開始 有點類似當時的那個情況了 所以以13630為例 如果說它能夠去守住的時候 我覺得它很有機會 再繼續往上去做一個公告 另外一個參考的重點是在於 這個KD的部分 KD在這個地方 我們的老朋友應該都知道 這個在80以上它一直下不來 這個叫做高檔噸化 高檔噸化是每一檔標股必要的條件 在指數的部分你會看到 它就是從這地方 高檔噸化開始就是標出了這一段 所以它如果能夠上去的話 再連到這個80以上的時候 我覺得它就會來到了 它本來的這個大架構 這個大架構的部分 就是在周K的部分 其實給各位一個數據 在禮拜一的時候幫各位去追蹤 那時候大概還剩200點左右 但現在只剩下100點 只剩下100點 它就要再創今年的新高了 所以今天晚上的這個CPI 它一旦公布的話 其實100點如果說真的符合預期的話 是一翻兩燈眼直接就過去了 如果再過去的話 那兩個參考架 這個再幫各位去做一個複習 那在這地方我插播一點點時間 其實大家都很希望它能夠去降息 但是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因為美國的聯準會 它在前陣子 其實它是比較 算是比較暴力的升息 那暴力的升息 其實本來就容易造成這個 經濟的這個衰退 那其實對我們股市 特別是在很敏感的股市來講的話 其實經濟衰退會比通膨更加的嚴重 所以我的看法是只要它不要去降息 這個架構就不會改變 它就有機會沿著這個原來的架構改變 可是一旦它降息的話 表示它已經承認了 它之前的那個暴力升息是錯誤的政策 它必須要用降息來去刺激經濟的時候 那這整個架構就是 可能就整個被重翻掉了 所以其實大家先把這個底 先放在心裡面 只要它不要降息 其實這個架構就會延續 但是畢竟它今天晚上公布的這個CPI 到底是4%還是3.1% 其實坦白講 不是我們任何一個投資人能夠去接受的 所以在昨天的節目當中 也跟各位去分享 掃描QR Code之後 各位昨天如果說有按這個 這個祭祀本的話 其實都有看到了這個東西 但是很多人都覺得 老師這幾個字看起來很玄 所以我今天花一分鐘的時間 幫各位去報告一下 其實這個東西對我們在操作來講的話 它算是我們操盤的情緒管理 很重要 很重要 譬如說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其實有簡單的把它分割成 有一些事情是我們沒有辦法去改變的 譬如說今天晚上它要不要去 這個3.1還是4% 這個數據不是我們能控制的 那FED它27號 28號開會 要不要再繼續升級 這個我們任何一個投資人 都沒有辦法去改變 所以我們用一個平靜的心去接受 去接受就好了 但是我們能夠改變的是什麼地方 就是我們可以找到現在的主流股 現在的主流股更重要的是 要去抓到它的起標點 要去抓到進出場點 像這種東西如果看到我們熟悉的話 這個就是可以改變的 其實很多人在操作有很多的煩惱 來自什麼地方 這兩個東西目前在智慧的部分 可以再加強一點 如果能夠去把它區分開來的時候 其實在操作上 就會非常的一個得心應手了 其實老師給大家這個 情緒管理的課 其實真的是在古海當中 大家要操作 一個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門學問 那當然了 其實華僚管理得好 其實真的有 還是要有一些技巧來做輔佐 因為可能大家會看著說 今天尾創又漲停板了 好多檔個股都是這樣噴到天上去 我想去追又不知道怎麼做 反而煩惱很多 所以我們又用什麼樣子的 一個效率買點 我們可以佈局在一些各股起漲之前 有沒有什麼方法呢 對 其實婷娟也提到了一個重點 今天大家精神都比較緊繃 尤其今天晚上的這個八點半 這個CPI到底是多少 我覺得這東西我們剛才已經看過 不是任何一個投資人能夠去改變的 那我們就聊一下比較輕鬆 比較好玩的一些股票 那在這之前 其實我們觀眾朋友有發現 伊朗老師你好像今年的分析 比如說去年你都一直在講這個破欠出手 對 這個地方 可是你今年好像就把這個量的部分 給加進來了 其實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這個節目 我上這個通告 大概一年半左右 其實在第一年 剛好遇到去年那個大空投 那個大空投 我吃盡量用這個架的部分 我幫各位去趨吉避凶 但是大家看了也大概一年以上了 我希望能夠幫各位的一個基本功能 能夠拉高到這個量的部分 所以你會發現我今年在分析的時候 特別的把這個量給帶進來 這就是人家說新手看價 但是我希望各位能夠提高到 老手看量的這個層級 那這一個禮拜六 禮拜天 沒記錯的話 剛好是這個國際的電玩展 那電玩展的話 其實今天大家都在看這個 這個AI股非常飄悍 這個一直往上衝 但是有一檔股票 其實跟遊戲相關的 它今天很低調 但是它也創了今年的新高了 所以我們就以這個遊戲股為例 讓大家稍微放鬆一下 但是你要去抓它的一個起標點 它的一個起漲點 效率買點在什麼地方 我們先看到 今天創新高的就是這個遊戲股王 在這個星象的部分 其實這上面 這上面我們一般看到的K線 它叫做價格的部分 可是價格你看有一點點沒有 就是你會有一點點失真 可是如果說把下面的這個成交量 給帶進來的時候 其實你在抓那個效率買點的時候 那個成功的機率就會高很多 我們往前看 這根是不是最突兀 對 聽見一看就知道 對 那這一根最大量的話 我們把它這個地方去劃過來 這就是一個關鍵 今天突破了 但是我們比較關心的是 老師 但是它出現大量之後 這裡有下 就是壓回了一端 那時候市場上還很擔心 它會不會破了這個600塊錢 可是我們仔細去看 它壓回的過程當中 在6月19號這一天 它竟然爆出了最小最小的量 也就是說在那一天 想賣的已經都賣光了 想賣的也沒有人要買了 那個就是我們說的一個 凹凸量或是自息量 當天的價格在607塊 可是如果說你從量價關係 能夠去抓到的時候 其實你在這地方默默的 去做一個切入的時候 那時候還在600塊的保衛站 到今天其實一張已經5萬塊了 已經5萬塊了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要跟各位 去提到這個量價關係的一個部分 當然它畢竟是一張 大概要60萬的一個股票 如果說我們的一些哥哥姐姐 手上的資金 大家小賭一請 那可能會去找一些 比較低價的股票 那比較低價的股票 又成交量比較大的 我就幫各位去找出了這兩檔 好 第一檔就是在這個大宇支的部分 是 那其實大宇支來一樣的一個步驟 往前看 往前看的一個大量 是不是在這裡 是 那在這裡的時候 這根K棒 我們一條線把它劃過來 你就會很明顯的看到 有人在顧的股票 有沒有發現 它跌不下去 就是從這地方開始起漲上來 所以同樣的 它起漲上去的時候 其實這樣子默默的一層 至少都三層以上了 那到是不是又出現了這個大量 所以出現大量之後 現在一壓回來 其實我們要去關心的是 那接下來它的洗盤點 到底在什麼地方 是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領先去做一個佈局 佈局這些主流股 那去抓到這個洗盤點 那畢竟大宇支 它六月營收工部 它是雙成長的 那另外一檔的話 我把它稱之為 遊戲股的小鋼炮 什麼叫小鋼炮 就是它平常不動 但是它一動起來 大家會忍不住要叫它的名字 它的名字叫做什麼 Oh my God Oh my God 好衝 Oh my God 為什麼 因為它平常沒有人動 沒有人在坐的時候 它就是在那個地方一直睡覺 可是你看它一開始衝的時候 直接從87到131 87到131 對我們小資主來講的話 它是增加了五成 直接就是五成八 100萬的話就是多了50萬 所以像這種在壓下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奇怪 它明明是這個雙衰退的 因為營收工部 兩個都衰退 各位誰管你再雙衰退 人家五成已經放在口袋裡面了 所以觀眾朋友 現在需要的是什麼 它的洗盤臉在什麼地方 所以我今天特別在我們 網路教學的節目 各位要看網路教學 記得掃描QR Code之後 這個地方按一下這個178 就幫各位直接去剖析 像我們剛才講的 那兩檔比較低價的 到底它的洗盤臉在什麼地方 如果有興趣的話 不妨掃描QR Code 再按一下178 我們在網路教學裡面 有更多不能說的祕密 各位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直接掃描按178 好 我們看到最近的一個盤面 當然對於這盤的一個後視觀察 大家還是會很關鍵看的 就像剛剛阿老師講到的 這個CPI 會還有這個升級的動向 會不會左右接下來台股 但是其實現在回歸股票的操作 阿老師告訴大家 有時候你從價量結構的配合 更能去抓住其實個股效率的買點 才是現在大家必須要做的功課 所以想要更加的了解 這些價量結構的觀察 還有一些個股後視不能說的秘密 也可以在阿皓老師的LINE群組裡面 找到相關的一個資料 提醒你的投資朋友 可以從近期表震盪盤當中 找尋一些個股效率買點的機會 好 我們看到 因為準線上 這個高價股 還是盤面當中很重要的關盤指標 但是要小心 基本面真的是跟不上嗎 到底操作是不是要擔心 今天為什麼有些短線上的高價股 反而在盤中殺的是不知不覺呢 等一下回來請教阿宇老師 歡迎回到1600股民開獎 先來看一下台幣匯率市場的表現了 最近台幣反而出現0.2升 今天是升值了8.2分 收在31.238元 收復了31.3元的大關 二宇老師我們要跟大家來討論一下 因為看起來 大家對於今天的盤 在萬七關卡之前 稍微市場有一點點觀望 可是大家其實是卡在 那個經濟數據到底公布出來 會如何影響盤面 所以今天的開盤 其實大家還在找尋方向 我想請二宇老師告訴大家 有沒有什麼看開盤 可以預測盤面 接下來走向的一些方法呢 那當然 因為股市是可以很多很多的數據 去得到一個具體的一個結論 不用等收盤 一開盤數字就知道結論是什麼了 當然這個要有比較經驗談 所以說想贏股市的錢 尤其在做指數期貨的 要特別留意 這個一定要練功夫的 不是來靠僥倖的 首先在還沒開盤之前 你就要先聊一個預測值 是 它會漲跌幾點 那這個根據何在 那根據我們可以從昨晚 那個台子期的夜盤 它的收盤漲了47點 是 那漲了47點 接續我們台子要開盤了 是不是接續也大概漲47點左右 應該要差不多 對不對 因為每股盤後 也沒有什麼大的波動 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 期貨的開盤只漲14點 偏弱 就偏弱了嘛 對 然後你再看到9點開盤的現貨 9點現貨當時是跌15點 這個跟昨天夜盤的漲47點 是不是有很明顯的差距 是 那這樣 這個開盤你認為OK嗎 直接就有一個直覺 不對了嘛 來不對了 那就怎麼操作 不如意期 要漲賣方了 不是什麼漲也買跌也買的 是 這些對我們做操作 操作期貨的投資朋友 幫助很大 這個工夫是這樣練出來 是 那所以今天如果要漲賣方的話 那如果操作個股 你要怎麼做 這個重點來了 要找基數面轉入的 或者基本面變為劣勢的 尤其今年 上半年 很多上市上櫃的公司的財報 都不如意期 比例多少 占了三分之二 都是不如意期 跟去年的一個獲利進度 或者營收 種種方面來看 很多的毛利下降得非常的快 那在這個同時 你還漲也買跌也買 然後去買那些跟屁股 就是不具體材的 你就跟人家漲漲漲 也不知道 公司賺錢了錢不知道 對 這樣做誤評你會贏嗎 拜託 OK 不能這樣 我們要根據式的操作 比方說二位老師建議的 來 犀利 這個犀利 你看 第一季才賺多少 0.57元 再來去年整年度賺快16元 這個落差有沒有很嚴重 再加上你看到它的營收 大娘惹 今年度的營收 都處在衰退狀態 來 這種股票 為什麼從年初過年 一路跌 跌了多少 跌了50%了 還在跌 為什麼 首先你推算 它這樣的本益比有沒有很大 是 你推算今年就算它賺個3塊好了 3塊 你這個股價300多塊 是 賣購嘛 對不對 所以咧 瞬間 330塊 這樣好賺嗎 過去就是這樣 這 這 講得沒講的 就一下去就知道說 這真的好練 包括了性化 股王 是 小錢 高度的小心 這一檔股票 為什麼 你先看到它第一季的 EPS 沒有5塊 去年賺55塊多 對 這樣比例才8.8 你一季25%左右吧 是 一年四季嘛 對不對 還有看 剛才年月 還到近年的營收 還都一直出現 這個衰退狀態 來 這樣就結尾不用說那麼多了 已經落差不多三星期了 對 還在跌 對不對 就這個 哇 哇 超好賺的啦 這就穿股票的媒體嘛 要去賭看看嗎 去賭它大還小嗎 不需要 這有很多的媒體 對不對 來 再加上愛譜也是啊 你看 二位老師講到的 都是偏 基本面 轉弱 而且是嚴重衰退的那一種 是 那種你來做比較穩贏啦 不用勉勉 答案都在這些數據上面 你一看 哇 這樣啦 愛譜 嘿 又跟你反彈一下 然後呢 接續呢 就是這樣 對不對 來 你先給它看 哇 哇 這也很好賠耶 嗯哼 這個要是四趴的 很好賺 對不對 那接下來 這支利基 也是一樣 嗯 欸 第一支還是 負的 負的咧 是 這這樣對嗎 而且營收 這樣都不對了嘛 欸 這種股票 就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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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不走 沒關係 我們在等什麼 拉高出貨 哦 本來這檔哥哥哥 我現在在高價股裡面 還算是相對 滿高姿態整理的股票喔 所以說 肉很多 哦 是 了解嗎 所以說我們做股票 其實說幅不十三分錢 你看 我就一下子 很好賺 所以說 不要以為 股市就是漲也買跌也買 是 三歲小孩子都懂的事情啊 什麼事情 高齊有棋有樓 你偏偏就跟五十步 只會做多 像當年這樣 落六千點落幾年 那種的發球人 是 對不對 所以啊 這妹妹哥哥 歐宜老師不建議 投資人 用同樣的方法 用的 以前阿公阿嬤的年代 買了就套 對 他的應對模式是什麼 是 就 就繼續抱著 對嘛 就死報活報 對 抱到解套的那一天 不要跟阿公解套 阿公阿嬤的年代 那種是銷金融稿 都1000多塊買的 現在升多少 三五十塊 解套過嗎 其他的類股還有解套過 金融股 沒有解套那一天 是 所以我們在這裡 要真的要小心 尤其你看 今年 很奇怪 從去年12629 對 漲到17 346 是 漲了4700點 對 你要回想一下 這一段過程 聯準會升息了20碼了 而升息20碼 我簡單問投資人 是 升息對股市有利嗎 應該是不利 不利 對 但是怎麼是這樣子 所以 辭職還運了沒有 還沒 所以我們如果是大股東 對 漲了4700點 你還會繼續 往前摘下去嗎 有這麼錢多的大老闆嗎 應該要蹭高賣一下 對嘛 那你想嘛 這個位置是高還是低 偏高了 對嘛 所以說 昨天 漲了246點 阿宇老師說 一者為喜 一者為憂 喜是什麼 憂是什麼 喜的是因為台積電 拱上去嘛 富國神山嘛 把指數拱住 對 對不對 但是你要想 台積電昨天漲12塊 貢獻的指數就是100點 這如果100點 給我們的小型股來漲的話 喔 大家噗噗跳 但是台積電一漲 尤其在這個節骨眼 是 大股東會想怎麼做 你要了解 誰最了解公司啦 還是大股東 對嘛 但是你要了解啦 這是借貸法則 有人買 就是有人賣 就是有人賣 對不對 這永遠都是等於 是 昨天大漲246點 三大法人 賞戶大家拼命買 好 接下來呢 那誰在賣 誰在賣啊 我要問你這個答案啊 我不是看那個 看報紙說答案的 對不對 就是大股東在賣嘛 所以我要跟你說 大股東偏賣幫 是可兒子 到這裡就好了 真的到這裡就好了 是 而且我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三分之二上市上櫃的公司 財報都不如意期 是 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話 落差真的很大 所以要真的要格外小心 而且呢 升息的效應 到現在都還沒有看到 實質的反應 真的反應的時候 大家 膠底不知道要過油嗎 要記得要酸 是 所以說不知道要怎麼操作 或者要每天關注盤中的 一個即時訊息 很簡單 加入惡意老師的Lite F888 來 裡面 今日操作提示 是 從 然後我們建議的各股怎麼樣 或者收完盤 馬上就有一個應對磨練 然後不知道找什麼股票 這裡有明日之星 提供給所有的投資朋友 做參考 感謝 惡意老師其實都會有 盤中的一個實戰教學 在群組裡面 都會提供給投資朋友來